2020年 真题 第三部分 听说小李就要结婚了,你要送他什么礼物? 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给红包最合适。 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给红包最合适。 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事,路上很堵吧,下次坐地铁吧。 没事,路上很堵吧,下次坐地铁吧。 天气很晴,要不要出去玩? 好啊,我们去爬山怎么样? 山上的空气很新鲜。 好啊,我们去爬山怎么样? 山上的空气很新鲜。 这是昨天我买的衣服,你看怎么样? 哇,真漂亮,太适合你了,多少钱? 哇,真漂亮,太适合你了,多少钱? 下课后,我们一起去看棒球比赛怎么样。 我下课以后,要去图书馆复习,明天有考试,去不了,改天吧。 我下课以后,要去图书馆复习,明天有考试,去不了,改天吧。 明天考试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好好睡一觉,最近太累了,需要休息。 我想好好睡一觉。 我想好好睡一觉,最近太累了,需要休息。 是的,一日三餐很重要,但吃得不多。 是的,一日三餐很重要,但吃得不多。 你的桌子很干净啊。 刚才整理了一下,平时都是乱七八糟的。 刚才整理了一下,平时都是乱七八糟的。 你每天喝几杯咖啡。 我一天喝两杯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一天喝两杯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一天喝两杯咖啡。 我一天喝两杯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从今天早上开始,肚子疼得厉害。 你吃了什么? 拉肚子么? 吃药了没? 你吃了什么? 拉肚子么? 吃药了没? 你的智能手机用了多久了? 我的智能手机用了两年了 智能手机很方便 我离不开它 我的智能手机用了两年了 智能手机很方便 我离不开它 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爱好是爬山 爬山能缓解压力 也能锻炼身体 我的爱好是爬山 爬山能缓解压力 也能锻炼身体 听说你去中国旅行 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一个星期 十五号回来 我会给你带礼物的 我去一个星期 十五号回来 我会给你带礼物的 你喜欢看书吗? 是的 我很喜欢看书 可是最近太忙了 没时间看书 是的 我很喜欢看书 可是最近太忙了 没时间看书 你 松击 六号回合 ивают Oh 你们